校外大支区域近期新建多栋学生宿舍 因为部分工地施工时间与早上施工而且声音较大 附近住户的生活品质因为施工噪音而被影响 他们都会很早就开始施工 然后我可能就会变得超级早就起床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睡不好 可以不要太早施工 或是施工的声音不要太大声 会大的困扰就是早上大概他们是八点开工 所以早上八点就会被吵醒 希望他们可以晚一点开工吧 像是九点之内 或者是每天加班一两个小时 让他们赶快把整个工程结束 因为如果要要求他们工程之中音量不要太大 我觉得有点困难 有点音量这种部分是没有办法 可是可能时段可以改进一下 位于三星路上的学生宿舍 于暑假期间开始进行全面翻修 近期早上八点就开始施工 引发附近住户的不满 营建工人对此表示无奈 因为他们必须于旗线内完工 因为我们是打墙壁的 就是打石的对不对 音量一定是会超标的 因为我们一直打石机 大致的就过不了 因为这里是第二类 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后续的工程的话 就采用风枪打石 那个可以调整风量 就是攻击会变得比较长 因为打得比较慢 所以有利有利 环保局大概一天会来两次 因为这里刚好隔壁的工地也在兴建 所以变成说两个工地同时在有声音吵杂的时候 环保局只要有人投入他也一定会来 这里的话当然我们一定会有进度压力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学区 当然我们工程做越快越好 才不会影响到学生的生活跟做习时间 由于施工生过大 部分同学表示想向加一线环境保护局检举 然而检举是否能成立和改善现况 受到不少同学关注 希望施工时程与音量都符合法律规范 也能于期限内完工 期盼学生与施工单位彼此能够互相体谅 中正一报 蔡旅馨 钟世军 中正大学报导